1075首都信息 大股东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我开这个图 1075 你就会看到我刚才跟你说的 长期收集 完全没有动过 然后开始爆一棍 中小型的国企 和国企也相关 等等 我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 现在为何六毫二 刚才是五毫七 我记得先写下 五毫七 说回基本面 看股价图 其实股价在2015年 过七 过七的高位跌到五毫 就见底 昨天收五毫八 刚才是五毫七 真的符合我刚才第三个条件 一个跌到很低层的国企 也符合了刚才我看过三大选股的要求 现在是鸿安 鸿安 鸿安是他们有份提供互联网和智慧城市的营运服务 吸引之处是他首持了两大的投资 分别是早前分拆到深圳上市的数字认证股份 300579 300579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还有就是Pay East 换取私人公司 Mozido的优先股的权益 第二件事就是刚才我说Mozido Mozido 公司主力发展一些移动支付 跨境电商的相关支付 如果大家查一查Pay East 那个手信仪支付 就知道国内首批Apple Pay的合作伙伴 现在国内只有五间的合作伙伴 Pay East是其中一间 现在真是便宜 它的底是五号是见底的 那我们大约五号七五号八 五号九六号 那你都是高一两成去买 我觉得会拿得安心点